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先给我们开始 这个柔软的心到底有多重要 柔软的意思是把自我能够减低 减少 减轻 如果是自我中心很强的人是没办法柔软的 自己的组件很深 自以为是的这种心态很重 自我骄傲性非常强 这种人怎么样柔软是不可能的 柔软的人一定是不为自己设防 不为自己设想 而全部是敞开的 但是呢 自己人家来计中你任何一点呢 计不中 为什么 自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让人家可以计得中的 凡是自己想要凸显什么的 想要表现什么的 想要主张什么的 这个都没办法柔软的 柔软一定是 佛法里面讲空 就是无相的 无我的 这才能够加到真正的柔软 还有讲到无心的 这个心就是自我心 这自我中心的心 自我自主的心 没有了的话 或者是减少了的话 你才能够真正的柔软 否则的话 你总有一个东西在哪个地方 人家来抓你一下子抓到 人家碰你一下子碰到 你身上是有灵有脚的 有轮有脚的人 那你一定是容易受伤的 那一定不是真正的柔软 柔软的你遇到什么 他就碰不到你 碰不伤你 但是你还是存在的 并不是不存在 你存在 可是并不是伤人 也伤不到自己 这种功夫是相当不容易的 是 这让我想起 好像在这个 我们叫道家里面 讲就是说 水是天下最柔软的东西 可是滴水可以穿石 是不是同样的意思 是这样子 水它 它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 它处处地去 只要有空气它就去 而且它那个形态呢 不断地在变化 遇到冷的变成冰 遇到热的变成气 遇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变成雨 变成什么 它都处处在变 但是呢 变 怎么变 它的本质不变 那就是一个原则掌握住的 一个人 如果说是一个真正的柔软的人呢 他是一个菩萨 他是 只有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就是说 要帮助所有的众生的利益 众生都能得利益 直接叫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情形都可以 只要众生有益 所谓众生有益 是真正有益 而不是呢 是 持得 成的好心 结果是做的坏事 不是 而是呢 因此那个智慧性很很重要 以智慧性来判断 使众生的利益 自己会 会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柔软 也可以说 它能够 随着 所有的 众生的因缘 而 变化他自己 但是呢 怎么千变万变 不会变到他自己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万变不离其中 是 这个是真正的柔软 如果变变变到自己没有了 没有他自己的方向了 没有他自己的原则了 这个不是真正的柔软 是 那么柔软跟柔弱 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 柔弱呢 是受伤害的 自己受伤害 人家就欺负你 柔软不是 柔软呢 人家不敢欺负你 而自己是不会受伤害的 所以不敢欺负 因为他欺负不到你 他是想要欺负你 结果呢 你转一个圈 转一个弯了 他欺负不到你 他想要把你砍断他 砍断你 砍掉你的头 但是你的头啊 一刀砍下去 你的头会变形的 就砍不到你的头了 或者是你的头 就是很有弹性的 也砍不到你 柔弱 那就不一样 那就非常脆弱了 他一碰 你就是受伤 一碰完 你就是这个 自己就是被毁灭 被欺负 那就是柔弱 弱是很糟糕的事 软柔是非常好的事 柔能克刚 弱是被强说要毁灭的 所以人不能够弱 但是能够柔 是 那这两指之间 好像怎么拿捏 可以恰到好处 会是柔软而不是柔弱 柔弱 你再也没有想要站起来 柔软随时站起来的 他把你踢你一脚 你倒下来了 倒下来以后 马上又站起来的 就像那个不倒翁一样的 这个柔弱的人 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柔弱一定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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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是师傅 好像我们又常说 坚强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要很坚强 那坚强跟柔软 会不会是对立的 应该是相同 坚强 这个忍性 韧性 韧性 那个韧性要非常强的人 成了个坚强的起来 我常常拿我自己做比喻来讲 我自己这个人呢 身体是很脆弱的 身体很瘦 这个体力也是不够 自己的智慧也是不够高 那自己的运气也不很好 是这样子 我一路走上来就是这样子走的 但是我有个方向 我永远是掌握了同一个方向在走 不管是怎么样 在我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停下来 暂时不走 我可以断一个弯 我不一定要这走 但是呢 我的方向一定是朝了这个 同一个方向一定往前走 所以一路上走下来 所以是走到今天呢 我总算还是走出一条路来 不是一条大路 还是小路 还是走出来 你造福很多众生 是 谢谢师傅开示 师傅说 柔软不是柔弱 那么柔软呢 要有方向感 同时呢 韧性要很强 那在生活里面怎么实践呢 我们在下一集里面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